这天一大早,儿媳带着孙子去市里的动物园了,难得孙子不在家捣乱,张阿姨感觉一下轻松了很多,于是,她就在家开始大扫除,当她来到儿媳妇的房间时,把儿媳换下来的外套整理好,准备挂在衣架上,就在这时,一张纸条从外套的口袋里掉了出来。 张阿姨觉得好奇,她就捡起来看,谁知这一看,却让她的血压瞬间飙高,原来,这是一张婚纱影楼的取件单,儿子儿媳都结婚四年多了,婚纱照早都拍过了,怎么现在还要拍婚纱照?可她仔细一看,发现拍摄费用高达九千多。 拍摄的日期就是前两天,张阿姨的儿子一直在外地工作,好几个月都没回来了,这不可能是儿子儿媳一起拍的,可签名的分明是儿媳,看到这里,张阿姨只感觉脑子嗡嗡,想,心砰砰直跳。 不行,一定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 于是,张阿姨就打车去了婚纱影楼,没想到她这一去,竟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 01,张阿姨的儿子叫刘柱,儿媳叫佳佳,刘柱与佳佳结婚四年多了,有个三岁多的儿子,刘柱在省城工作,一年回不了几次家,佳佳在附近的商场上班。 01,张阿姨就在家带孙子,做家务,虽然留住和佳佳分居两地,但夫妻二人的感情还是蛮好的,也没有吵闹过。 而张阿姨与佳佳这对婆媳也相处融洽,从没红过脸,眼看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,没想到,却因一张纸条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。 这天是周末,孙子淡淡在几天前就吵着要去动物园看猴子,所以趁着这天休息,佳佳一大早就带着孩子去动物园了。 张阿姨知道他们这一去,肯定得玩到下午才回来,平日里孙子在家太闹腾,吵得张阿姨没法安静。 如今孙子不在家,张阿姨感觉一下轻松了好多,于是,闲不住的她又开始在家大扫除了,当她在给儿媳收拾屋子时,却从儿媳外套口袋里掉出来了一个秘密,张阿姨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媳会跟别人去拍婚纱照,她决定去婚纱影楼问个清楚,于是张阿姨放下手中的活。 她按照单子上的地址,找到了这家婚纱影楼,到了影楼后,就有热心的工作人员上前询问张阿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张阿姨说,朋友的女儿前几天来这里,派了九千多块钱的婚纱照。 她儿子也正打算拍婚纱照,所以想过来看看,工作人员一听,说你说的是家家吧。 她跟她的未婚夫,在我们这里,拍的是才子家人套餐,包含了外景和室内拍摄。 说着,工作人员还拿出两副家家拍摄的样品给张阿姨看,张阿姨仔细一看,差点气晕过去,新娘的确是自己的儿媳家家。 可这新郎却陌生得很,看年纪应该有四十多块五十岁的人了。 张阿姨用手机悄悄拍下了一张照片,然后匆忙离开了,回去的时候,张阿姨一路上只感觉头重脚轻,她仔细回想起而媳妇最近的一些行为。 的确是有反常之举,比如说,她发现家家换了一个背包,张阿姨虽然对包包不懂,但她也看得出这包包的档次不一样,应该不便宜。 还有,家家还戴上了一块手表,一看就是块铭表,因为她非常爱惜,一般情况下都舍不得戴。 有一次,家家和孩子一起从外面回来,蛋蛋带回来了好多玩具,那些玩具一看就价值不菲,蛋蛋还兴奋地说有个叔叔太好玩了。 还没等蛋蛋说完,家家就赶紧打断了她,说是他们商场搞促销,促销员很喜欢蛋蛋,就送给她的。 那时候,张阿姨虽然觉得儿媳的行为举止总有些不对劲,可她也不是个多事的婆婆,因此就没往心里去,可这婚纱照的事情却让她无法再淡定了。 她越想越觉得儿媳肯定出事了,心神不宁的她,真想马上打电话质问儿媳妇,可理智告诉她,还是要冷静些,不能把事情搞砸了。 张阿姨觉得儿媳之所以有了外心,可能是儿子离她太远了。 夫妻两弟分居,才造成了这样的情况。 她想好了,不行到时候把这房子卖了,让儿子在省城买房子,夫妻二人在一起,就不会有那些事了。 于是,她强装镇定地回到家中,大扫除也无心干了。 就在家等儿媳回来,天黑的时候,家家带着蛋蛋回来了,一进门就说蛋蛋今天玩得很开心,可把她这个当妈的给累坏了。 见儿媳有说有笑的样子,张阿姨心里很不适滋味,她已看不清儿媳的真面目了,她决定找儿媳谈谈。 02,张阿姨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儿媳跟别人拍了婚纱照,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 02,张阿姨知道后,她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事告诉儿子,而是选择自己与儿媳谈谈,给她悄悄编骨,吃过晚饭后,家家也安顿好淡淡睡下了,张阿姨把儿媳叫到自己的房间。 02,轻声问她,家家,你手上戴的那块情侣手表真好看,应该不便宜吧? 02,家家见婆婆突然问她手表的事情,她愣了一下,以为婆婆是觉得贵,心疼钱,她赶紧说不贵,这是托朋友在网上买的高房亭,便宜得很。 02,对于她的说法,张阿姨才不信呢,如果真是房亭的话,她咋还那么爱惜? 02,张阿姨说是吗?我觉得挺好看的,我也喜欢,要不你也给我买块一模一样的吧。 02,家家这下懵了,但她很快又反应了过来,她说网上已经没货了,这是最后一块了,等以后有合适的一定会给婆婆买。 02,张阿姨见家家想搪塞自己,她觉得这样绕来绕去的也起不了什么作用,她干脆拿出了那张影楼的单子,问家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,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说出来,大家都是一家人,有时一起想办法。 02,见到那张单子后,家家脸色大变,她说你怎么乱翻我的东西,然后一把抢过婆婆手中的单子,也不再理人,就冲进了自己的房间,紧紧关上了房门,第二天一早,张阿姨起床后,却发现家家和孩子都不见了,还有他们母子俩的一些衣物也都带走了,她知道大事不妙,便赶忙给家家打电话。 可电话一直没人接,眼看这是实在瞒不下去了,张阿姨只好打电话给儿子,如实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,留住一听,她赶紧给家家打电话,可电话同样也是没人接,留住再也坐不住了,她连忙向单位请假回到了家中,一个好端端的家,突然间,气而毫无征兆地失踪了,这令留住感到坐立不安,尤其是张阿姨, 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,一天看不到孙子,她就难受,如今孙子不在身边,她都快急出病来了,留住向亲朋好友问了个遍,谁都说不知道家家的下落。 就在留住四处寻找家家母子时,家家给她发来了一条信息,对不起,我们就分了吧。 看到信息后,留住赶紧打电话给家家,可她却关机了,眼见寻找家家无果后,留住和母亲便去报了警,希望能帮忙找到家家,很快,警方人员就联系上了家家,家家却说自己和留住并没有领证,她已经提出分手了。 得知家家说出这样的话后,留住这才明白都是自己太大意了,四年前,留住去一家商场搞促销,认识了那里的营业员家家,她见家家长得高挑好看,就开始对她展开了追求。 有一天晚上,留住与同事们喝了酒后,借着酒浸,她带着胆子去接家家下班,见留住对自己一片痴心,家家就答应了她的追求。 不久后,家家就怀孕了,留住回来告诉母亲,说她要和家家结婚,张阿姨觉得这也太快了,当得知家家肚里怀了她的孙子时,她也就没再说什么。 可结婚的事情总得跟亲家商量,家家却说她的娘家没人了,她自己能做主。 原来,家家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,母亲也改嫁了,家家随母亲生活时,继父一直不待见她,于是她就回到了奶奶身边。 跟奶奶一起生活。 于是,张阿姨为她俩举办了隆重的婚礼,从此把家家当女儿带,结婚不到一年,家家又生下了儿子,更是让张阿姨高兴得合不拢嘴,可有一点,张阿姨他们那个地方比较注重仪式。 结婚就得要大操大半白酒席,让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,这俩孩子成亲了。 但对领证这一块,大家并不太看重,觉得这只是形式上的东西。 很多人都是生下孩子,直到孩子要上学了才去领证,刘柱和家家也是一样,他们只摆了酒,没有领证,刘柱一直也没把领证当回事。 也就是说,他们之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,如今家家提出要分手,刘柱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,只能说,家家是来去自由的,面对这样的结果,刘柱也想明白了,既然家家不想跟自己过日子了。 那就依了她,自己也不再强求,就在刘柱准备放手这段感情时,谁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却给了她当头一棒。 03,刘柱与妻子生活了四年多,原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幸福,没想到,妻子却突然变了心,要离开她。 因此,刘柱苦于当初与妻子并没有领证,因此她只能是哑巴吃黄莲,有苦自己厌,她已经想好了,既然留不住家家,但儿子总是得要回来,因为旦旦是奶奶一手带大的,孩子是他们的命根子,说什么也得把孩子要回来。 于是,刘柱准备去起诉家家,争取孩子的抚养权。 就在这时,刘柱他们单位来了位新同事,这个同事他认识,就是以前家家他们商场的经理阿峰,说起来,刘柱能与家家相识,也是通过阿峰才认识的。 于是,刘柱就请阿峰去喝酒,顺便向他打听一下家家的事情,刘柱问阿峰还记不记得以前商场的那个营业员家家,阿峰说,当然记得了。 他可是不一般呢,刘柱心里一沉,他连忙给阿峰倒上一杯酒,问他是怎么个不一般法,阿峰喝了一口酒,说道,他与我们商场的一个股东赵大海关系不一般,听说还怀了赵大海的孩子呢。 说着,阿峰又喝了一口酒,那个赵大海,得比家家大二十岁都不止。 听阿峰这么一说,刘柱也无心喝酒了,他草草结束了酒局,便急匆匆回到了家中,刘柱把阿峰的话说给了母亲听。 张阿姨一听,他心里直打鼓,这么一细想,他甚至都觉得,淡淡与婚纱照上的那个男的长得很像似的,难道淡淡不是自己的亲孙子? 一想到这里,张阿姨的心里就好痛,他不敢再往下想了,刘柱的心里也七上八下的,但他明白,凡事得用证据说话,自己不能这么瞎猜。 于是,他打电话给家家,说妈想孙子想得茶饭不思,都快生病了,他要把家家接回来陪陪奶奶。 家家听了后,他就把家家送了回来,说让家家陪奶奶一天,逮住这个机会后,刘柱赶紧带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。 几天后,结果出来了,果不其然,淡淡不是刘柱的儿子,这样的结果令刘柱几乎崩溃。 他辛辛苦苦打拼了四年,就为了让妻儿过上更好的生活,还在想着要在省城买房子,让淡淡能接受更好的教育。 这个孩子竟与他们没有半点关系,这样的打击,这样的委屈,使得刘柱无法承受。 他再次拨通了家家的电话,强人怒火说道,你为什么要骗我这么多年? 电话那边的家家还不知道,刘柱已知道事情了,他很无辜地说道,我骗你什么了,我又没要过你什么东西。 刘柱早已是忍无可忍,他痛心疾首地说道,你欺骗了我们的感情,亏我和我妈对你们那么好,而淡淡居然是你跟别人的孩子,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 见刘柱知道了真相 家家也慌了,他向刘柱说出恩威事情的原委,家家父亲去世后,母亲也不管他,他那时候正在念职高,还是依靠学校的帮忙,这才勉强念完了学,读书出来后,他应聘进了一家商场当营业员,商场的一个股东赵大海,知道他的身事后,对他很是关照,孤独又无助地 家家在这时候,得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关怀,这让他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,他深深迷恋上了赵大海,因此二人就走到了一起,赵大海的妻子因病去世了,他有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儿,女儿得知父亲找了个比自己大不了三四岁的女友, 这让他接受不了,女儿甚至说,如果父亲要和家家在一起,他就放弃高考,没办法,赵大海只好与家家分了手,分手后的家家又回到了从前孤苦无一的生活,恰在此时,刘柱出现了,尤其是那天晚上,当喝酒后的刘柱去接他时, 这个诚恳的小伙,瞬间让倍感无助地他破防了,他接受了他的追求,其实家家还是有些小心思的,他之所以答应刘柱,也是想让赵大海知道,他并不是没有其他男人追求的,与刘柱在一起后没几天,家家发现自己怀孕了,这让他有些慌得深。 因为,他与赵大海和刘柱在一起的时间,前后相差不了几天,他也拿不准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,于是,他做了一个决定, 零四,家家与刘柱相处没多久后,他就发现自己怀孕了,可他也拿不准孩子到底是谁的,后来他一想,管他是谁的,先生下来了再说,既然与刘柱在一起了,那孩子就是刘柱的, 他想好了,即便孩子是赵大海的,只要他不说,也不会有人知道的,就这样,他生下了儿子,而留住母子对他也是宠爱有加,他是真心实意想和他们一起过日子的。 可随着儿子渐渐长大后,他发现儿子越来越像赵大海了,尤其是那一对小酒窝,简直与赵大海一模一样,这个发现令家家惊慌不已,他知道这个秘密可能要捂不住了,他还特意带孩子去测了血刑,结果孩子与他和留住的也不匹配,因此他更加断定孩子不是留住的,于是他找到赵大海。 把蛋蛋是他儿子的事情告诉了他,赵大海一听,自己还有个儿子,他便提出了要与家家结婚,因为他的女儿如今已在外地上大学了,也管不到他们的事了,家家觉得赵大海才大其粗。 再加上儿子也是他的,况且他和留住又没领证,因此就同意了赵大海的求婚,很快,他们还去拍了婚纱照,他原本想着到时候就说自己一情别恋了,要与留住分手,这样以后大家见面还是朋友。 没想到留住竟然带着孩子去做了鉴定,这才使得他想要隐藏的秘密浮出了水面,他一直恳求留住,希望他能原谅自己,他不是有意要欺瞒他的,他也是有苦衷的。 对于家家的说法,留住觉得自己接受不了,家家不但欺瞒了他,还想让自己体谅他,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于是,他便去起诉了家家,理由是家家欺瞒了他,帮他白养了几年的孩子,要求得到相应的补偿,留住还提交了亲子鉴定报告,以及阿峰的证词,面对留住提出淡淡不是他亲生的说法, 家家不接受,他说有可能是留住造假的,就是想污蔑他,当法院提出让留住与淡淡在做一次鉴定时,家家却死活不同意,而他也拿不出予以反驳留住那份鉴定报告的材料,最终法院认可了留住的诉求,要求家家赔给留住这些年抚养孩子的费用五万元, 五万元虽然抵不过留住母子这些年的付出和金钱。 只能说是对他们的一种弥补和安抚,更重要的是让家家知道了自己的错误,事情告一段落后,单单因为思念奶奶经常哭闹,家家也很担心, 等儿子长大以后,他不知该跟孩子怎样解释自己曾经荒唐的举动,而赵大海的女儿,知道父亲接回家家母子后,他也得知而为家家的事情,这让他实在接受不了, 因此他声称,从此与家家势不两立,就再也不理赵大海了,这让赵大海也很是头疼,看来家家要想过上安心日子,想必也是很难了,回顾整件事情,家家的做法无疑是自私又荒唐的。 他为了给儿子找个安身之所,做出了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,甚至不惜伤害他人的感情,以达到自己的目的,到头来却落得个一言难尽的境地,常言道,在巧妙的伪装, 也有被拆穿的一天,欺骗得不到长久的未来,风波过后,只剩下伤害,希望在今后的人生路上,家家能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,让孩子健康成长,查看下一章,全部收起。